8月16日,在山西省会太原市,新一代移动通讯5G手机在中国移动营业厅正式开售 当天上午,记者在中国移动太原武艺广场营业厅看到 首批山西5G移动网络用户正在选购当地移动公司与华为推出的首款商用5G手机,开始尝试使用 目前我们现在发布的是一款华为手机,也就是咱们旁边看到的这一款手机了 7.2英寸的屏幕,6199,现在就是个双模的支持4G和5G,也就是咱们现在不需要换卡 不需要换,只需要换一部手机,卡这些不需要换,也不用再重新速册就可以使用 目前手机套团,咱们4G套团就可以使用 当天上午,共有两位5G用户在现场拿到手机 他们通过提前预约成为了山西省首批5G用户 太原市民张伟在7月便进行了预约,成为太原市第一位5G移动网络用户 首先嘛,这个5G肯定从素质上看要比4G要高一档嘛 而且毕竟5G是咱们国家首次掌握了这个核心技术的这么一个知识体系的这么一个网络 而且各种宣传都说5G速度要非常快 会给咱们的社会经济带来,算个人生活也好,社会经济带来这种大的变化 我就觉得我预约一下,感受一下 营业厅工作人员通过一款测速软件向媒体展示5G速度 我现在打开的是咱们5G手机的一个测速软件 这边这个是4G手机,这边是一个5G的手机 咱们可以就是看一下它的速度 现在测的是下载的一个速率 5G手机现在可以达到900多兆 咱们4G手机是100多兆 据介绍,在2019年底 太原市主乘区将实现中国移动5G信号的连续覆盖 目前太原市的5G网络已经对二清汇11个重要场馆 以及周边政府的中铁区域热点商圈已经实现了全部的覆盖 就是在年底之前呢,我们太原市的鼎藤区将全部实现我们5G的连续覆盖 对于已经购买了5G手机的客户 不需要换卡,不需要换号,就可以登录5G网络 只需要更换一部5G手机机可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需要更换音讯ents美味悦 所以呢,我们幸会说 我们再度直转道 我们再阳尽在访诺 AW12G算论 忘了gro muse的请统 优优独去迅銘定 ctional件贵雅 就没关闻了 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